本年度又一部科幻惊悚大片来了 由神爵暗黑的创作班迪打造 刚一上映就收到好评无数 话不多说正片开始 1899年6月 一艘载有1423位乘客 名为普罗米修斯号的邮轮神秘失踪 官方派遣大量人力足足耗时4个月 仍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女主莫拉的哥哥 就是普罗米修斯号的乘客之一 可这天他突然收到了哥哥的书信 对方约他来纽约见面 为了查明真相 身处英国的莫拉 独自坐上了前往纽约的邮轮 无比巧合的是 这艘邮轮和失踪的普罗米修斯号 属于同一家运输公司 大小规格也相差无几 这不尽量乘客有些担心 祈祷千万不要遭遇同样意外 邮轮在海上行驶的第三天 船长突然受到一份奇怪的电报 对方一直在重复发送一个坐标 在地图上测量距离 大概有7个小时的航程 船长猜测很有可能是消失的普罗米修斯号发来的 因为这条航线没有几艘船 能够发送这种远距离电报 于是立刻下令改变航向 他要前往电报的坐标一探究竟 大副以及手下虽然有些不愿意 但最终还是执行了船长的命令 随后船长便独自回到办公室 看着一家五口的照片满脸惆怅 显然他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忽然外面响起敲门声 原来是莫拉找了过来 他之前在甲板上无意间听到有关电报的消息 得知有可能是普罗米修斯号发来的 脸上立刻露出激动表情 于是想要打探更多消息 谁知船长并不肯过多透露 表示会向所有游客公布这个消息 没过多久 船长来到眼科大厅 所有游客早早齐去于此 当他宣布打算 偏移航道探查失踪游轮的消息后 大部分游客都表示反对 不想因为一条莫许有的电报而单个行程 可船长并不打算过多解释 他只是过来通知大家的 在游轮的甲板上 船长再次遇到独自发呆的莫拉 他在考虑漂泊四个月的普罗米修斯号 真的还有幸存者吗 船长立刻表达自己的想法 人类已经探索过世界的每个角落 可深达几千米的海洋仍然是个谜 两人说话间 忽然听到有人大喊 局目望去 失踪四个月的普罗米修斯号 居然就漂泊在不远处 可让所有人疑惑的是 信号弹发送了好几次 对方却一点回应都没有 完全不像有幸存者的样子 可那个电报又是怎么回事呢 大副觉得应该先向公司汇报再做决定 可船长似乎对这艘失踪的邮轮 有着莫名的执着 坚持要先去探索一番 莫拉连忙站出来报名 他是一名医生 也许能够帮上忙 船上的游客全都聚在走廊窃窃私语 一直目送船长划着小舟 慢慢朝着普罗米修斯号靠拢 其中的牧师紧握双手 难掩内心的紧张 看着越来越近的邮轮 感觉就像吞人的巨手一般 船长留下两位手下看守船只 随后便一马当先顺着楼梯爬了上去 当几人抵达甲板点燃油灯后 立马被眼前的景象惊待了 谁能想到曾经豪华无比的邮轮 仅仅过了四个月 便破败成如此模样 更让他们想不通的是 1400多名游客去了哪里 居然连具尸体都找不到 船长无意中在地上捡到一个头绳 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的神色 接着便偷偷塞进了口袋中 随后几人来到驾驶室 这里同样是狼藉一片 而且电报机也损坏已久 那么之前的信号到底是如何发出来的 同一时间 另一艘邮轮上的大副街道手下汇报 之前一直发送的电报突然停止了 显然是普罗米修斯号上有人这么做的 可他们没有看到的是 不远处的甲板上 忽然出现一名浑身湿漉漉的男子 如无意外 他应该是从普罗米修斯号游过来的幸存者 而另一边还在寻找幸存者的船长等人 总算有了新的发现 他们无意中看到一只彩丝的小甲虫 一直爬进了墙角的橱柜中 接着下一刻 橱柜中发出一声巨响 船长连忙掏出手枪 莫拉回头望了望 见他们都准备就绪 于是小心翼翼地靠近 猛地打开柜门 所有人全都瞪大了眼睛 只见一个小男孩 目光呆滞地坐在橱柜中 察觉到有人靠近 他没有喜悦也没有恐慌 而是从怀中掏出一个三角锥形的石块 无比郑重地递给了莫拉 同一时间 登上另一艘邮轮的幸存者 侧耳倾听找到了一个无人的房间 随后便掏出一个莫拉等人 见过的同款甲虫 放进门缝中 没过多久 房门居然自动打开了 转眼来到第二天 船长等人早早回到了自己的邮轮 除了这名小男孩 他们没有找到任何人 连具尸体都没看到 可莫拉为了一连串问题 小男孩如同哑巴班 始终一言不发 只是将桌上的三角锥 再次递给莫拉 莫拉也是急得抓耳挠塞 满肚子疑惑不知如何开口 只好无奈地摸了摸他的头发 却无意间看到小男孩 头上有个三角锥标记 直到此刻对方才有了反应 忽然门外传来猛烈的敲满声 只见船长如同发了疯一般 抓住小男孩 质问对方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莫拉连忙制止船长 怕他吓到孩子 将人拉到门外 询问下才得知 自从离开普罗米修斯号后 这位船长便遭遇了一系列怪事 他先是梦到了妻子 带着三个女儿在家自焚的场景 醒来后便紧紧握住 在普罗米修斯号上捡来的头绳 原来这个梦境 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而这个头绳 居然是他大女儿生前使用过的 可为什么会在那艘船上 随后大幅敲响了房门 他说公司发来了最新电报 要求船长将普罗米修斯号沉入海里 接着两人来到操控室 发现所有罗盘都不受控制的乱转 就连指南针都失去了作用 显然这艘普罗米修斯号 隐藏着天大秘密 如今所有乘客都在议论纷纷 认为这艘船遭受了魔鬼的诅咒 可船长却想得更多 几个月前公司将所有邮轮 都卖给了英国公司 而且现在这艘船和普罗米修斯号一样 没有运在任何货物 连客舱都没住买人 走这条航线是本赔不赚的买卖 公司为何要这样安排 一系列一点让船长无比困惑 心中也十分抗拒公司的命令 并不想将普罗米修斯号沉入海底 房间中的船长 忽然听到门外传来熟悉的歌声 他顺着声音一直走出去 恍惚间有个人以一闪而逝 船长变得异常激动 断定歌声是从一个房间中传来的 于是他猛地推门而入 优美的歌声戛然而止 船长顿时露出震惊的表情 因为这里的摆设和自家一模一样 而死去的妻子和三个女儿 正坐在火路边 见到老公回来 妻子像往常一样去准备晚餐 只有大女儿上前劝为父亲 让他少出海多陪陪母亲 因为家里总是出现奇怪的魅影 此时的船长已经泪流满面 紧紧抱住女儿不肯撒手 谁知下一刻 女儿的身上突然燃起火焰 船长被滚热的气浪推开 当他再次抬头望去 这里已经变成焦黑一片 地上还有一个彩色小甲虫 船长跟着他钻进壁炉中 里面有个通往上方的爬梯 当他爬上去一看 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邮轮的办公室中 甲板上刻着一个奇怪的三角支符号 刚刚经历的一切是那么的真实 船长顿时崩溃了 认为这一切都是受到普罗米修斯号的影响 可惜唯一的幸存小男孩 却什么都不肯透露 船长只好回到办公室 看着刚刚爬出来的密道 他打算再次返回打探一番 可惜这一次四周全被强砖封死 忽然门外传来敲门声 船长只好放弃探索 打开门一看 原来是船员前来汇报燃料的情况 剩下的煤炭只有一半 勉强能够抵达目的地纽约 没过多久 船长再次将所有游客汇聚到宴会厅 随即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 他打算返航将普罗米修斯号拖回出发地 因为没有足够燃眉 将他拖到更远的目的地 这回所有游客都表示强烈抗议 可船长仍然选择直接无视 莫拉连忙追着他来到甲板 船长轻叹一口气 开始主动解释自己的决定 他觉得那艘船有问题 公司却试图将他掩盖 而且他在出发前还收到一封神秘信件 里面有船长已知家人的相片 和普罗米修斯号失踪的新闻 信封上留有一句话 丢失之物终将寻得 说不定家人的死亡也和那条船有关 女儿的头戴就是最好的证明 所以他一定要将船带回去查个清楚 当夜幕降临 消失的普罗米修斯号在绳索的牵引下 终于踏上了返航的征程 可船上却接二人三的发生怪事 首先是电报连续收到奇怪的三角形标记 这和小男孩带来的三角锥十分相似 而莫拉的项链吊坠上也有个三角形符号 此时的船长也被船员带到甲板上 因为他们在角落里 发现一具双目圆针的女尸 以上就是网飞科幻惊悚剧1899的第一期内容 自从找到失踪四个月的邮轮后 这艘船就开始怪事频发 首先是罗盘不受控制的乱转 接着在甲板上发现一名女子尸体 经过医生的细致检查 死者体表没有伤口和瘀青 推测她死于疾病 可女主莫拉觉得不可能 曾经她在经济舱见过死者 当时她活泼健康 并不像是得病的样子 船长觉得这桩命案有些蹊跷 叮嘱手下先不要告诉家属 忽然几人感觉邮轮正在减速 跑上甲板一看 海面上居然升起了浓浓的白雾 他们现在只能停止航行 接连的怪事让船员开始窃窃私语 认为都是船长的一意孤行 执意救援普罗米修斯号引起的 就连船长本人也察觉出了不对劲 他将莫拉带到自己的办公室 说出了在普罗米修斯号 捡到死去女儿四代的事情 接着又向她展示办公室中奇怪的暗格 莫拉看着熟悉无比的三角标记 总算相信了船长所言 两人一致认为所有怪事的根源 都来自普罗米修斯号 当即决定再次前往探查一番 这艘船在白雾的笼罩下 越发显得神秘莫测 两人登船后第一时间来到操控室 发现抽屉中的航海日志早已破乱不堪 随即他们来到船长室 发现这里同样有个标记着三角符号的暗道 里面的构造也是如出一辙 两个人的心中越发好奇 船长突然回想起来 几个月前这些邮轮卖给了英国商人 曾经在船屋里进行了升级改造 想必暗格就是那个时候添加的 只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随后他又记起一件事 买家还给邮轮增加了一种蒸汽测量器 可至今他们都没有使用过 感觉这个装置另有他用 莫拉看着接通测量器的高温火炉 心中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些消失的乘客 会不会在火炉中化为灰烬了 为了验证这个猜测 两人连忙打开火炉翻找残渣 可惜并未发现人类火化的痕迹 反而船长这边无意中看到几张未燃尽的纸张 他好奇地捡起来查看 居然是普罗米修斯号上的乘客名单 而莫拉的姓名也赫然在列 船长的脸色猛然一变 警惕地看了莫拉一眼 借着便若无其事地将名单塞进口袋中 随后两人再次划着小舟 回到了自己的邮轮上 可爱人不知道的是 他们离开的这段时间 邮轮内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济舱的乘客起初并不知道 失踪的女孩已经死亡 只是迟迟没看到她的身影 心中难免有些焦躁不安 就在这时 邮轮的安保主管大胡子来到众人面前 居然违背船长的命令 当众公布了女孩已经死亡的消息 现场的众人全都脸色一变 尤其是见到死者尸体后 眼神中逐渐燃起怒火 在这艘邮轮上 他们本来就属于最底层的存在 平常只能在暗无天日的船舱中活动 通往甲板以及贵宾区的道路 被一道铁门封锁 如今有人无缘无故死在了甲板上 仇恨的种子已经开始发芽 而这些正是保安主管大胡子想要的效果 随后他便悄悄离开了经济舱 谁知半路上 大胡子居然又遇到三名死去的船员 和之前的死者一样 身体表面没有任何伤痕和愚轻 大胡子推测 肯定是普罗米修斯号上的位置存在干的 必须尽快将船沉入海底 下属守卫 再次来到经济舱 向大家公布了不断有人死去的事实 并将所有矛头都指向船长 这些底层平民之前 因为女孩死亡压抑的怒火 此刻终于彻底爆发 大胡子见缝插针 打开了火药库 将里面的武器逐个分发给众人 就在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去找船长时 稍微工人莱克全面色难看 因为他是船长十分器重的下属之一 昨晚还跟他一起探索了普罗米修斯号 莱克正准备去找船长告密 随着大胡子当场试破了他的心思 莱克很快就被愤怒的人群制服 关进一间小黑屋中 想不到这里还有一个老熟人 正是昨晚一起跟随船长 探索莱克普罗米修斯号的小黑 只不过他的船人身份是伪装的 实际上是个偷渡客 大胡子试破后 将他毒打一顿病关进了小黑屋 另外昨天还有一个同行的 便是住在豪华舱的牧师了 他从同伴口中得知 经济舱的乘客要对船长不利 第一时间跑去告密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很快就被乘客团团围住 结果曾经一起探索 普罗米修斯号的几人再次重聚 而底层的乘客可开始放不雀跃 他们终于夺得了邮轮的控制权 可谁都没想到 那位从普罗米修斯号偷偷潜入的神秘男子 居然拿出一个奇怪键盘 一番明知操作后 整艘邮轮瞬间从海面上消失 虽然乘客没有感觉出任何异常 可驾驶室中的水手 却发现轮盘已经恢复正常 不过邮轮居然回到了 三天前所在的航线位置 而且用铁链链接的普罗米修斯号 也消失不见了 大胡子根本来不及担忧这些问题 只要邮轮朝着目的地扭越行驶就行 现在他最关心的 就是不断死去的游客 只见大胡子推开了 关押船长等人的小黑屋 点名让烧妹公 来客和偷渡客小黑出来 当二人抵达甲板后 提起惊讶的瞪大眼睛 想不到仅仅一天时间 船上就死了这么多人 大胡子命令他俩将尸体扔到海里去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 即使心中万马奔腾 他们也只能捏着鼻子乖乖干活 此时整船的乘客早就变得人心惶惶 大量守卫强行将游客送回房间 减少外出的时间 可即使这样 仍然有人莫名其妙的死亡 底层的持枪游客终于受不了了 找到邮轮现在的最高领导者大夫 要求对方给个说法 大夫卑鄙的没办法 只好告诉大家 公司曾经要求将普罗米修斯号沉入海底 那里肯定存在什么可怕的东西 如今连连遭遇怪事 说不定与普罗米修斯号 唯一的幸存小男孩有关 众人一想觉得有道理 立刻抄起家伙朝着休息室走去 在走廊中恰好遇到外出归来的莫拉 所有人都知道小男孩就在她的房间中 于是用枪逼迫莫拉掏出钥匙 打开房门后 众人里里外外全都搜遍了 却没看到小男孩的身影 他们只好不甘地离开房间 并将莫拉反锁在里面 平静下来的莫拉也很纳闷 小男孩明明就在房间 熟悉的三角符号 想不到这里也有暗道 掀开木板一看 果然小男孩就躲在里面 而莫拉却是满心疑惑 为什么自己的房间内也有三角符号暗格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惜小男孩还是一言未发 莫拉没办法 打算先行离开和船长会合 看着莫拉敲了半天也没能开锁 小男孩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彩色小甲虫 当她穿过门缝后 房门居然自动打开了 莫拉再次惊讶地瞪大眼睛 可小男孩并不打算解释 而是拉着她顺着甲虫的指引 小心地朝着走廊镜头走去 不知为何 小男孩总能提前避开守卫 莫拉忍不住想要开口询问 可想想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另一边甲板上的小黑和莱克扔完尸体后 趁着守卫不注意 两人成功制造跳海的假象 让小黑顺利逃了出来 面对穷追不舍的守卫 小黑并极乱投一的胡乱敲门 想不到真有人打开房门 并主动帮忙打掩护 顺利递过了守卫的追击 小黑心系船长的安危 打算冒险救她出来 美妇人略作犹豫 居然鬼是神差的要跟小黑一同前往 而另一边没来得及逃跑的莱克 再次被大胡子压回了小黑屋 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原来船长早就带着牧师 利用通风管道逃走了 就当二人准备强行解开手铐时 恰好遇到了前来大舅船长的小黑二人 他们此时并不知道 普罗米修斯号已经消失 打算乘坐救生船前往那里发送救援信号 就当几人准备下海时 恰好遇到了莫拉和小男孩 可他们还没来得及寒暄 大胡子带着众人赶了过来 船长几人先是一愣 可最终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当天晚上 被离奇死亡事件下破弹的底层游客 决定将小男孩推入海中永绝后患 船长和小黑几人当然不同意 立刻冲入人群组织 可他们毕竟人少示威 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小男孩被推入海中 莫拉突然感觉 像是失去了无比珍贵的东西 正正的有些发神 可始终记不起来自己和小男孩有着怎样的关系 如今主要矛盾点已经解决 船长几人和游客们齐聚在宴会厅修正 忽然橱柜中传来动静 莫拉感觉这一幕无比熟悉 中午会会之下 橱柜门被推开 那位落入海中的小男孩居然从橱柜中走了出来 所有人都不可思议的瞪大眼睛 宴会厅顿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以上就是1899的第二期内容 普罗米修斯号上唯一的幸存小男孩 在众目归归之下被人推入大海 水之转眼间 他又从游轮大厅的橱柜中爬了出来 现场所有人都惊讶地瞪那眼睛 好不容易恢复镇定后 大家一致决定再将小男孩关进橱柜中 只有莫拉认为这样不妥 不过这回连船长都站出来阻止他 认为小男孩太过诡异 是给大家带来不祥之人 可莫拉只遵照自己的内心 依然踏步上前 丝毫不顾众人的取枪威胁 来自普罗米修斯号的神秘男子 知道要坏事 猛地冲上前打算护住莫拉 可就在这时 奇迹发生了 现场居然突然静止 犹如按下暂停键一般 只有莫拉没有受到影响 他惊讶地取出停在空中的子弹 双手都忍不住打战 过了许久才反应过来 小男孩还在柜子中 他猜测这一切都是对方的杰作 可小男孩却不肯解释 急匆匆拉着莫拉离开了艳客厅 没过多久 静止状态解除 只是在他们看来 莫拉和小男孩全都离奇消失了 心中的恐惧再次攀升 忽然游轮的警报声响起 众人不解地四处张望 不知道这艘恐怖游轮 还会发生什么怪事 此时的船长快要抓狂了 他确定莫拉身上藏着巨大秘密 而刚刚挺身而出的神秘男子 肯定和他关系匪浅 其他乘客连忙上来拉架 当务之急 还是赶紧上岸离开这艘船吧 可船长却是满脸无奈 昨天保恩主管夺得了游轮的控制权 他什么都不懂 只会下令全速航行 这将快速消耗大量燃煤 估计届时船还没靠岸 所有燃煤都会耗尽 众人当即决定 联合起来夺得游轮控制权 可就在这时 刺耳的警报声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的是犹如钟表一般的滴答声 所有人都呆立在现场面面相去 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 可没过多久 一些乘客忽然变得神情呆滞 借着集体朝着特定方向走去 不仅仅是他们 就连房间中的乘客 也开始缓缓朝外走去 少部分没有受到影响的 也全都吓得呆立当场 大胡子想要阻止 可惜一点作用都没有 这群人迈着整齐的步伐 不计不许的前行 没过多久 他们便来到甲板上 靠近护栏后 毫不犹豫地翻身跳了下去 接着越来越多的人紧随其后 远远望去 犹如下饺子般纷纷跳进海中 脑袋还算清醒了几人 拼命用身体阻拦他们 可这根本无济于事 被蛊惑的乘客仿佛 受到死神的召唤一般 汉不为死地朝着海中跳去 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知道 自己迟早也会中招 于是纷纷跑回房间 用绳索将自己绑住 这一招果然有用 即使有人失去意识想要跳海 可并没有解开绳索的念头 只是机械地想要走上甲板而已 反观大夫这边 见到如此诡异的场景 并未露出惊讶的表情 他像是早就知道会如此一般 快速地在控制盒上 按出一段代码 像是在给某人发送信息 接着他便来到操控室 恰好看到蹲在角落 瑟瑟发抖的掌舵手 对方看到大夫后 犹如见到主心骨一般 立刻掏出一张字条 这是刚刚乘客跳海时 他用电报向公司汇报情况时 得到的答复 大夫看着电报上显示的沉传两个字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而是从口袋中 掏出一个神秘男子的同款键盘 只见他在上面轻轻一按 掌舵手便立刻探倒在地 想必大夫就是一系列怪事的幕后主使之一 另一边走廊中的女主莫拉 也察觉到了一状 详细拉住小男孩询问到底怎么了 可惜对方仍然没有回答 而是将他带回房间中 接着在便签上写下一句话 他们在听 没头没尾的话让莫拉更加疑惑了 小男孩只好轻轻附在她的耳边 也不但莫拉再次询问 她便推开房间中的木床 打开了隐藏的暗道 莫拉好奇地看着小男孩钻入其中 接着又掏出彩色小甲虫 原本四面疯子的暗道 打开了一条通道 莫拉好奇地紧随其后 钻出通道后发现自己居然身处一片荒野中 此时的她也顾不上惊讶 为何不再喊上了 因为这个地方她十分熟悉 曾经在梦境中出现过无数次 尤其是看见远方的独栋大楼后 莫拉毫不犹豫地跑了过去 没过多久 船上的神秘男子 似乎察觉到了莫拉的消失 于是快速来到她的房间 看见打开的密道 便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 随后掏出奇怪小键盘 啪啪几下后 密道的出口再次打开 没过多久 她也抵达了这片奇怪的荒野 看到小男孩就在不远处 连忙跑过去开口询问 从对话语气中可以看出来 两人之前就认识彼此 像是在躲避某人追踪 神秘男子表示 要在对方弄沉游轮前阻止一切 叮嘱小男孩待在原地别被发现了 想必他们应该和大副处于对立面 对于游轮的真相同样了然于凶 神秘男子很快回到游轮船舱 这里有一个蒸汽监控器 不过实际上却是游轮的控制器 她正打算执行某些操作时 一个没有受到蛊惑的烧煤弓突然出现 现在情况危急 神秘男子也来不及解释 只是奉劝烧煤弓赶紧离开 可后者越想越不最近 居然拿起铁锹锚盒砸了下来 他认为正是对方给游轮带来了厄运 神秘男子也是怒火中烧 抽出手在奇怪键盘上轻轻一按 烧煤弓便立刻探倒在底 死状和之前的掌舵手一模一样 此时仍然身处荒原中的莫拉 总算来到高大建筑前 想不到这里居然是家精神病院 莫拉神色复杂的时间而上 整栋大楼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 可她像是对这里十分熟悉 静止来到1011号房间 里面摆放着一张束缚灯十分显眼 原来这里的一切都在她的梦境中经历过 忽然身后出现一名老者 居然是莫拉的亲生父亲 莫拉连忙询问哥哥在哪里 因为她识破了父亲对邮轮的所有操控 还不带对方回答 两名撞环突然出现 将她抢压在束缚凳上 接着便掏出注射剂 给莫拉打了一针 当她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邮轮上 看着手上的乐痕说明 刚刚经历的并不是梦境 于是她快速朝外走去 在走廊中恰好遇到了前来找她的船长 随即向对方解释了自己的发现 刚刚在大厅中之所以时间静止 是小男孩用三角锥金字塔使出的能力 而曾经经历过无数次的梦境 应该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只不过被父亲使用某种手段抹去了记忆 当莫拉说出父亲的名字时 船长立刻反应过来 对方正是买下这些邮轮的公司老板 莫拉说父亲一生都在研究人类行为 痴迷于对大脑的探索 可对船只从来没有兴趣 他觉得父亲是在拿船上的乘客 进行某项研究实验 两人说话间 一只彩色小甲虫突然出现 莫拉连忙将她抓住 接着便爬进密道内 学着小男孩的操作将她放在地上 一条通道再次打开了 只不过这次的终点并不是荒原 跟在身后的船长却很快认出来了 这里就是她的家 此时的船长十分理智 觉得邮轮是容不下这种大型建筑的 随后两人带着一货 再次返回邮轮的船长室 即使这些都是莫拉父亲的布置 可出现的种种怪事 又作何解释 此时的莫拉显得尤为紧张 她感觉自己曾经触摸到了真相 只不过丧失了那段记忆 见对方还算坦诚 船长决定也不再隐瞒 只见她颤抖着掏出 最后的落款居然是船长本人的签名 她很有可能就是普罗米修斯号的船长 就在两人陷入震惊时 身处船舱的神秘男子 经过一番操作后 居然切断了整艘船的电路 奇怪声音戛然而止 之前那些失去意识的乘客也随之恢复 所有绑住自身的乘客袭击二气 他们总算逃过了一劫 随后众人纷纷来到甲板上 想不到1400多名乘客 现在只剩下寥寥数人 就在这时 大幅掏出了公司发来的电报 上面写的沉船二字 让众人有些不解 因为普罗米修斯号已经不见了 可神秘男子却缓缓收到 公司的意思是把现在这艘船沉掉 画面一转 身处某处书房的莫拉父亲 收到了大幅发来的电报代码 随即让手下发送指令 让大幅抓紧时间找到那名小男孩 黄发姐快要崩溃了 认为这一切都是小男孩带来的厄运 连带着气恨上了和他比较亲密的莫拉 这时候船长终于发话了 当务之急是让邮轮恢复动力 这样才能登陆自救 随即让安保主管大胡子和烧煤公来客 带人前往引擎室烧煤 剩余的其他人也都分配了不同任务 可大家刚刚走出房间 便看到走廊中居然长出一团黑色的惊石 众人十分肯定 这个东西是刚刚才长出来的 有人忍不住好奇想要摸一下 却立刻被神秘男子阻止 不是什么东西都能随便乱摸的 看着还在缓慢成长的奇怪惊石 众人的背脊忍不住发凉 只想着尽快逃离这艘破船 于是极不可耐地朝着引擎室跑去 这下也不用人读错了 产煤的速度堪比专业烧煤公 另一边剩余的几位女子 此时正在走廊中 主意搜索其他幸存者 发现越来越多的地方都在生长黑色精神 其中的老宝实在没忍住 用手轻轻地叹了叹 结果她的手指开始迅速黑化 果然好奇心害死猫 大副带着两位牧师 前往控制室发送求救电报 其实她的内心清楚 这样做一点用处都没有 随即便转身离开房间 静止来到宴客厅 想不到橱柜中也藏着一条密道 之前小男孩落入大海后 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而大副则是通过这条密道 找到了自己的老板 只见她十分恭敬地汇报 现在的情况有些失控了 可莫拉父亲只在乎小男孩的下落 因为她手中的金字塔至关重要 另一边船长和莫拉 也在极力寻找失踪的小男孩 所有破题的关键肯定都在她的身上 两人顺着密道 再次回到莫拉的记忆空间 她依稀记得那栋精神病大楼是她父亲建造的 其中可能存在一些线索 随后两人再次来到101号房间 莫拉说这是她被当成精神病关押的地方 只是里面此时并没看到人影 船长还是有几分理智的 静止来到窗户边 发现外面是用铁板封死的 感觉像是邮轮的外板 莫拉不幸邪地掰开壁炉封板 发现这里的情况一模一样 显然这栋大楼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很有可能仍是船体的一部分 随即两人搜遍了整栋房子 并未发现其他异常 可再次回到101号走廊时 却发现这里长满了黑色精神 莫拉忍不住上前想要摸一下 却被突然出现的神秘男子阻止 这下好了 船长正愁找不到线索 这位神秘男子恰好送上门来了 两人都怀疑他在为莫拉父亲做事 谁知神秘男子却满脸焦急 表示剩余的时间不多了 用近乎哀求的语气 让莫拉尽快恢复记忆 船长不管不顾要用枪威胁 神秘男子突然出手打掉手枪 接着拿出控制键盘用力研 船长瞬间消失 来到自家房子附近 莫拉趁机捡起手枪 询问神秘男子到底是谁 后者决定不再隐瞒 她的名字叫丹尼尔 自称是莫拉的老公 两人已经结婚12年了 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莫拉一时根本无法接受 认为丹尼尔就是父亲的走狗 于是抢走她的控制键盘 接着又将她锁在了房间中 此时的莫拉快要崩溃了 实在想不通亲爹 为什么要跟自己作对 女员愤怒地扔掉手枪 谁知将远方的空气 砸出一条裂缝 莫拉惊讶的目瞪口呆 原来远方的风景都是虚拟的 实际上只是用玻璃堆砌起来的 有限空间 另一边在引擎室的 业余挖美工们 经过一个小时的奋战 总算成功点燃引擎 让邮轮恢复了动力 可控制室的大小牧师却傻眼了 大副离开后一直没回来 他们可不知道如何操控这个大家伙 老牧师临时抱负脚 想要从说明书上学个一招办事 随即便惊恐地发现 书架上的所有书籍 里面全都重复着一句话 希望你的咖啡在现实生效前掀起作用 两位牧师面面相去 不知道这句话代表着什么意思 而那些女子搜索一大圈 并未发现其他幸存者 来到甲板集合后 却意外发现远方早已故意运步 异常事无前例的大风暴即将抵达 而被甩到记忆空间的船长 通过壁炉通道再次回到邮轮上 可他却惊讶地发现 自己居然来到了消失已久的普罗米修斯号 而周边的海面上 还飘荡着大大小小许多废弃的邮轮 让人无法理解的是 莫拉从自己的记忆空间回来后 却再次回到了原先的邮轮上 看着外面愈演愈烈的暴风雨 他想起丹尼尔之前说时间已经剩余不多了 难道是指这场风暴吗 驾驶室中的幸存者此时也慌得不行 现在船长和大副全都不见踪影 没人操控的前提下 这艘船迟早会被暴风雨吞噬 于是众人分头行动 纷纷跑出去寻找能够掌夺的人 只有老宝满脸苍白地站在原地 之前他手仰摸了一下惊蚀 此时整个手掌已经变成黑色 好在没过多久 他便遇到了前来寻找船长的莫拉 老宝犹如抓到救命稻草一般 一个劲地询问这到底怎么回事 可莫拉却是满脸懵圈 他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只能不停安慰她 一切都会过去的 随后便转身离开了操控室 莫拉心系船长的安慰 必须尽快和她会合才行 而且破解谜题也需要她的帮助 当莫拉通过密道来到船长的记忆空间时 找了一圈并未发现她的人影 既然找不到船长 莫拉决定去丹尼尔的记忆空间探索一番 也许能够找到新的线索 可当她来到丹尼尔的房间后 发现密道入口放着一张自己的照片 几分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脚上不由加快几分 转眼间便抵达了丹尼尔的记忆空间 这里仅有一间私人卧室 各处的布置让莫拉有种熟悉的感觉 随后她又在床头柜上发现大量散落照片 居然全是她和丹尼尔以及小男孩的甜蜜合影 难道这是一家三口的全家福 此时的莫拉有些后悔了 不该一意孤行将丹尼尔关在精神病院 可她不知道的是 这个男人并没有坐以待毙 在房间中望了望 随手拔出一根钢管 试探性撬开窗户后的船体护板 里面顿时露出大量盘根错节的电线 不大不小的空间也能勉强让人通过 是片带有枯井的空地 这里应该是牧师的记忆空间 果然所有人的记忆空间都是相通的 丹尼尔不敢多做停留 而是再次回到船体通道 随后她又打开了一扇大门 这次是一片冰天雪地的空间 一条长长的血迹直通雾 丹尼尔认出这是烧煤公莱克的记忆空间 她像是知道每个地方的出口一般 在虚拟墙壁上摸索一番 很快便找到一扇隐藏的大门 接着她继续潜入探索 这回总算来到了莫拉的记忆空间 只见她静止朝着木制十字架走去 掀开墓穴的盖板 里面竟然还有一个隐藏空间 想不到小男孩一直躲藏在这里 对方一上来便询问有没有找到钥匙 丹尼尔遗憾地摇摇头 说这个钥匙只有莫拉知道 可她的记忆并没有恢复 随后又向儿子保证 她已经想到另外的办法了 不需要钥匙也能救出母亲 离开之前 小男孩交给她一枚戒指 说是母亲莫拉的婚戒 可她不知道的是 大夫此时正满船舱地寻找她的身影 只见她飞快跑进一间独立办公室 从柜子中掏出一个隐藏很深的平板 这是邮轮中最核心的控制器 比那奇怪键盘要高出好几个等级 能够查看整条邮轮的实施情况 居然没花多长时间 她便找到了小男孩的藏身之处 另一边的丹尼尔再次回到邮轮 打开自家房门后 发现密道已经被人打开 于是立刻钻了进去 果然在自己的记忆空间 看到了仍在发呆的莫拉 随后她便一五一十地说出了实情 原来这艘船上的一切 全都是数据模拟的 莫拉被困在这个周而复始的循环中 丹尼尔父子俩飞进周折 从普罗米修斯号潜入这艘邮轮 就是为了寻找莫拉忘掉的钥匙 只有这样才能利用金字塔 关闭整个模拟程序 将莫拉从无限循环中解决出来 莫拉虽然没有恢复记忆 可她却想起了自己的吊坠 里面藏着一把精致的小钥匙 这是哥哥基辛什一病给她的 丹尼尔激动地叮嘱莫拉一定要收好 这是所有人脱离的关键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两人的一言一行 全被莫拉父亲通过监控看在眼里 这个老家伙时不时瞄一眼桌上的计时器 上面写着距离关闭 还有21分钟 而暴风雨中的邮轮 此时犹如五根的扶贫一般随波飘荡 如果不出意外 这艘船也将在21分钟后遭遇灭顶之灾 届时所有的一切都将清零关闭 而莫拉又将开启新的轮回 以上就是1899的第四期内容 这艘游轮即使达到万吨级别 可在大自然的天灾面前 仍然犹如一叶孤舟 随着巨浪上下起伏 船上的乘客吓得脸色惨白 因为船长不知所踪 现在连个掌舵的人都找不到 安保主管大胡子不得不站出来挑大梁 他让挖煤工前去掌舵 签订万主要确保船头正对海浪方向 防止船体轻浮 大胡子自己则去关闭舱壁 否则海水就会倒灌进来 没过多久 乃克便抵达操控室 好在这艘船重量惊人 虽然掌舵费力了些 但只要调整好方向 也能勉强避免轻浮的危险 乃克刚刚松口气 旁边的红衣女忽然听到死去母亲的召唤 只见她激动地冲向甲板 果然看到母亲在向自己招手 乃克抛下手中堕盘 冲着红衣女大吼一声 或者这才反应过来 刚刚看到的只是幻觉 乃克心急如焚 顶着狂风骤雨准备将人接回去 只至下一刻 一个巨浪拍来 乃克瞬间就被卷入海中 现在好了 船上唯一的掌舵手就此丧生 游轮开始不受控制的偏转方向 在滔天海浪的冲击下发生倾斜 引擎室中储存燃眉的当家忽然坦坦 恰好压死了一位产眉的临时工 失去动力的游轮更加显向还生 大量海水涌入舱壁内 大胡子意识到情况不亮 必须尽快关闭所有舱门 否则整艘船都会被海水灌满 使之轮到最后一扇舱门时 却发现内侧把手脱落了 大胡子咬了咬牙 将同行的黄发姐推进舱室 而她自己则来到舱门来 只有在外用力推门 才能彻底将舱门关死 黄发明的母亲经历了一系列怪事 以及痛失爱子后 早已打消了逃生的念头 和她相识已久的老神父 嘴都劝干了也无济于事 最后决定留下来陪着对方 一起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 没过多久 涌进来的海水逐渐灌满舱室 两人很快领了盒饭 遭遇同样下场的还有大胡子 正是她舍身关闭了舱门 才让内舱的众人得以幸免 不过这也只是权益之计 其实这艘船上的一切 都只是模拟程序而已 距离循环重启仅剩21分钟 届时其他乘客照样会死于各种意外 好在女主莫拉识破了一切 并拿到了破解程序的钥匙 现在只要将她插入小南海的金字塔中 这个无限循环的模拟便会消除 老公丹尼尔激动异常 带着莫拉来到独立办公室 掏出藏在柜子中的超级控制器 上面显示距离重启仅剩11分钟了 因为每次循环都是以8天为一个周期 模拟重启后莫拉的记忆将会清零 而这一回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为了保险起见 丹尼尔必须将当前进度存档 方便以后调取 随后两人打算前往莫拉的记忆空间 拿到小南海的金字塔 谁知刚刚进入房间 他们便发现密道已经被封死 原来大幅早早通过超级控制器 找到了小南海的藏身之所 并将他带到了莫拉父亲的身边 眼看莫拉将再次面临轮回重启 房间中突然响起得意的嘲笑声 莫拉父亲赞叹丹尼尔利用普罗米修斯号 重获访问权限的方法很聪明 可惜最终还是失败了 新的一轮模拟马上就要开启了 随后老东西又逼迫莫拉交出钥匙 作为回报 他将确保小南海的安全 此时的丹尼尔满脸决然 他说自己有办法改变结局 离开之前偷偷塞给莫拉一样东西 居然是小男孩送给他的戒指 没过多久 机械的倒计时声响起 随着321倒数结束 邮轮上的幸存者看到了永生难忘的一幕 这绝对是来自地狱的恐怖灾难 海面上突然出现一个巨大漩涡 邮轮不受控制的直冲漩涡中心 船上的幸存者看来 他就犹如天空的一抹明月 像是重生的希望 一或者是永无天日的深渊 另一边被困在普罗米修斯号上的船长 醒来后第一时间来到甲板上 忽然看到不远处的海域出现一个漩涡 借着一艘邮轮驶了出来 船长举目望去 发现对面甲板上的幸存者 正是莫拉一行人 同时他也看到了呆立在甲板上的船长 两人四目相对 眼神中只有震惊 显然每一轮模拟过后 废弃的邮轮便会居起于此 船长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疑惑 转眼间便游到莫拉所在的邮轮上 或者决定不再隐瞒 将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都说了出来 不过在场众人很难接受模拟程序的说法 莫拉见他们满脸不相信 随即开口询问 你们知道自己是怎么登上这艘船的吗 所有人脸色大变 显然他们完全忘记了这回事 仿佛本该待在船上一般 接着莫拉又掏出一封信 原来不仅仅是他 所有人都收到了类似的信件 大致内容是将他们的惨痛过去 与普罗米修斯号关联起来 想必这是丹尼尔为了登船而准备的伏笔 莫拉的心中已经有了决断 维京之计只有找到父亲 从她的身上找到脱困的办法 可在场的人基本都遭受了失去至亲的痛苦 不愿意相信这个幕后黑手的女儿 当即决定乘坐救生艇离开邮轮 莫拉有些无语 那片海域可能都是假的 你们这样根本逃不出去 可众人还是决定试一试 唯独只有船长愿意留下来陪着莫拉 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队友 了解到的信息也是最多的 两人当即决定通过密道返回莫拉的记忆空间 可惜大副之前做了手脚 让密道消失不见了 莫拉略微思考一番 带着船长走进丹尼尔的房间 两人通过密道顺利抵达她的记忆空间 之前莫拉从丹尼尔口中得知 所有的记忆空间都是相通的 于是她试探性地敲开门板 包下邮轮铁皮后 果然看到了布满线路的通道 两人互相对望一眼 随后便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他们的经历和之前的丹尼尔一样 就揭开模拟程序的背后真相 而丹尼尔这边和莫拉分开后 独自来到邮轮的操控中心 拿出键盘后啪啪一阵乱暗 控制盒中居然伸出一个更加精密的仪器 想必是模拟程序的真正核心 丹尼尔将它和键盘连接后 随即又开始了明知操作 而此时船舱内的程序 也开始了最后的清理工作 小黑牧师等一众幸存者 原本打算乘坐救生铁离开 谁知走廊中到处都是快速增长的黑色精士 面对这种一触即死的东西 众人很快陷入绝境之中 跑在关键时刻 原本密不透风的船舱壁 突然打开一条通往记忆空间的入口 他们想都没想便冲了进去 周围的景象瞬间变换 这是丹尼尔通过入侵主机程序 给众人创造出来的生路 在这些记忆空间中 他们并未受到黑色精士的袭击 没过多久 身处不同记忆空间的众人 或主动或被动起起找到出口 最终再次回到邮轮船舱中 只不过此时的黑色精士早就消失殆尽 因为丹尼尔已经完成了主机程序的修改 随后他便如是重负地钻入了艳客厅的密道 而通过监控察觉到一切的莫拉父亲 神色变得无比严肃 随后便拉着小男孩来到书房 他说自己并不是幕后黑手 而是困在这里的受害者之一 真正创造这个模拟程序的 其实是莫拉自己 也只有他才能将所有人解救出来 见小男孩满脸的不相信 莫拉父亲决定恢复小男孩 隐藏在大脑深处的全部记忆 随即两人来到精神病院的101号房间 老头子让小男孩坐在束缚凳上 随后便给他注入一管 能够恢复记忆的白色药水 小男孩只觉得眼前一花 朦胧中看到了多年前 在这里发生的一幕 原来小男孩当时患上了绝症 母亲莫拉为了不和他分开 居然给小男孩注入一管 能够失去记忆的黑色药水 随后便打造了这个不停轮回的模拟空间 这样小男孩便能永远地存活下去了 而唯一破开模拟的方法 就是使用莫拉留给自己的钥匙 老头随即吩咐大副去找莫拉取回钥匙 这只马仔乖顺的点点头 刚刚走出办公室 恰好遇到抵达此处的莫拉二人 大副再次用小男孩的安慰作为威胁 莫拉不得不交出手中钥匙 见自己的任务顺利完成 大副顺势按下遥控按键 让这位爱事的船长彻底下线 随后莫拉被带到父亲的房间 这对冤家父女终于碰面 看到小男孩充满失望和决然的眼神 莫拉猜测是父亲对她的记忆做了手脚 可老头并不想过多解释 而是吩咐手下将莫拉绑到束缚凳上 斥责对方为了一己私欲 创造出这个轮回空间 让所有人陪她一起痛苦 如今莫拉父亲即将离开这里 但她要让自己的女儿永远困在其中 随即招呼小男孩取出遗忘记忆的药水 毫不犹豫将她注入莫拉体内 了却完这桩新事后 莫拉父亲拿出刚刚得到的药石 轻轻扣入金字塔的槽内 这是唯一清除模拟空间的办法 谁知半天过去了 周围环境并没有变化 老头这才反应过来 丹尼尔修改了主程序 此时邮轮的壁板已经开始碎裂 散发出炙热的红色光芒 所有幸存者呆呆地望着眼前一切 犹如等待命运的审判 眼看红色碎片越来越多 整艘邮轮开始解体 没过多久便还原成虚拟的数据 而此时的莫拉也睁开了双眼 发现自己身处记忆空间内 只见对方满脸激动地告诉莫拉 他终于成功了 因为模拟没有从头再来一遍 而莫拉的记忆也没有消失 正是丹尼尔用自己强大的黑客技术 硬生生将原先的模拟空间 转变为现在的模样 其实这里是他们给儿子 最初创造的模拟空间 原先莫拉父亲的金字塔 已经失去作用 而他手中的玩具三角 成了摧毁模拟的关键 丹尼尔告诉妻子 当初莫拉创造了模拟空间 他的哥哥便接管并操控了这里的一切 必须在哥哥发现前离开才行 而莫拉留下来的钥匙 其实是戴在手上的结婚戒指 随即画面一转 莫拉再次从婚姻中醒来 只不过这次身处一个密闭的金属空间内 身旁还尘世了不少同伴 看他们的模样 居然全是火到最后的邮轮幸存者 莫拉好奇地透过窗户朝外望去 发现自己居然身处太空飞船中 也不知道在浩瀚的宇宙中飞行了多久 随后控制她的显示器上 出现了一则哥哥的留言 欢迎回归现实 以上就是1899的全剧内容 不少人看到最后都会吐槽 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这群宇航员因为寂寞 给自己编制的小游戏 不过阿奇觉得作为暗黑的主创团队 不会如此的敷衍了事 大概率会在下一季给人眼前一亮的设定 而且也会把这些分支人物的经历和主线关联起来 避免产生如此明显的割裂感 不过谁又能保证 这个太空场景是不是一个新的模拟游戏呢 有不同看法的朋友 请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